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为什么我称它是台湾的橄榄油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其实苦茶油跟橄榄油的油脂比例非常相似 我们都知道油脂分三种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跟饱和脂肪酸 大部分的大自然油脂都是这三种混在一起的 那苦茶油跟橄榄油非常相似 它们都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的油脂 我们现在先来介绍一下 三种油脂其实对于氧气光线跟热的承受的程度不一样 那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是最怕光 最怕氧 最怕热的 它一出壳的时候就已经坏掉了 那饱和脂肪酸是不怕热 不怕氧跟不怕光 那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它处于它们两个中间 它比较怕氧 比较怕光 比较怕热 那苦茶油跟橄榄油就属于这样子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油脂比较高的油 那因为它有点怕氧 怕光跟怕热 所以它不是说它一出这个种子 或是可就已经坏掉了 而是说它一定要可以适当的这个挤压 经过适当挤压跟装瓶才可以保留 所以这样子的油通常都要经过冷压 就是没有经过化学式高温去压榨这个油 把油取出来 然后经过这样冷压之后 它必须要装暗瓶 就是深色的瓶子 它才可以保存 为什么 因为它怕光 所以说你如果可以买到这个冷压跟装暗瓶的苦茶油的话 或是橄榄油 它们其实是可以保存拿来食用的 那这样子油脂有几个特性 就是它们不可以拿来高温热炒 为什么 因为它怕这个 它不只是怕氧 怕光 它还怕热 所以它一入油锅的时候就已经坏掉了 那它也不能拿来煎炸 因为煎炸的温度比这个热炒还要高哦 所以它不能拿来煎炸 它只能低温炒或者是拿来凉拌哦 你可以把它拌在饭或者面里面哦 常常我们会用这个苦茶油的颜色或者是香气 这个味道去判断哦 这个风味 去判断它是不是好的油哦 其实颜色跟香气这样子的 或者是它之间的风味 是取决于它烘焙 烘炒的这个程度哦 就是如果炒得比较久一点 通常颜色比较深一点 它香气比较重一点哦 那常常我们也用浑浊程度去判断它的这个油脂品质好坏哦 其实浑浊的程度 一个油的浑浊的程度 跟它的过滤程度有关哦 我现在要提醒你们是 当初它们这个压榨之后的东西要过滤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压榨的这个种子所剩的这个蛋白质哦 如果存在这个油里面是会腐败的 会造成油脂的腐败 所以它们要把它过滤出来 但是如果过度的过滤就会把这个油脂里面丰富的营养一起带走哦 所以如果说这个油里面其实有一点点浑浊 其实不见得表示它不是好油 而是说它的过滤程序比较 这个手续是比较简略一点哦 好 那到底要怎么样判断苦茶油是好的还是坏的哦 其实最好的方法还是靠你自己的舌头跟鼻子哦 如果你的舌头跟鼻子没有闻到这个油薅味 或者是尝到油薅味哦 表示这个油是新鲜好的哦 那这个油薅味就是像你在这个葵花子放在桌上 差不多两个礼拜之后坏掉那个拿起来那个那个那个味道 坏掉那个味道 那就油好味哦 但是要用舌头跟鼻子去检测出一个油是不是有坏掉 你必须要有先决条件 那就是你这个人没有长期的食用多元不饱和脂肪酸高的油哦 这样子的油是哪些油呢 它包括了这个葡萄籽油 葵花籽油或者是玉米油 这一类多元不饱和脂肪酸高的油 你若把你的这个买来的油翻过来看看它的营养成分 上面如果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是最高的 你就是用错油了 为什么哦 因为这样子多元不饱和脂肪酸高的油脂 它在出壳的时候就已经坏掉了 因为它们最怕光最怕氧跟最怕热哦 一没有壳去这个种子去保护它的时候 它一下就坏掉了 所以这样子的油在上架的时候其实已经坏掉 如果你长期使用这样子的油 你其实你的舌头跟鼻子是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油是坏的 什么油是不坏 因为你已经长期使用坏的油很久了 所以要知道一个油是不是油坏 要使用你的舌头跟鼻子去检测 一定要没有长期使用这样子的油才有敏感的灵敏度哦 好 那如果我们要用苦茶油去做菜怎么办 你喜欢苦茶油味道 你说我想拿做菜怎么办 有个小秘诀哦 那就是你可以先下不怕热的油 比如说鸡油猪油 椰子油棕榈油等等 这些不怕热的油就是饱和脂肪酸高的油哦 他们先下去以后再下苦茶油这一类比较怕热油 或者是橄榄油或是麻油哦 这样子的话 这些怕热的油就会被不怕热的油保护住哦 你就不会造成油脂坏掉哦 这是做菜的小秘诀 你们如果要知道如何判断好油 在我第一本书里要瘦就瘦 要健康就健康的第129页到136页 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在里面你可以找到各类油脂的冒烟点 到底哪些油适合热炒 哪些适合煎炸 哪些适合凉拌哦 或者是各类油脂的比例是多少 你们都可以在书里面的这129页到136页里面找到 那我就希望你们在这个食安风暴不断的时代 可以找到好油 用到好油 吃到好油 而因此取得健康 我们就下集食课教室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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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